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食材有 米饭 洋葱 蒜末 罗勒叶 生米洗净备用 洋葱去皮切粒 洋葱去皮切粒 洋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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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炒香炒软洋葱 加罗勒液和一茶匙蒜末 倒入生米一起炒 下盐黄姜粉和姜粉调味 炒一炒 有高汤就加高汤 没有的话加鸡粉也一样 倒入开水开始煮饭了 趁煮饭的时间把炸葱送入烤箱烤一烤 这样更香更酥脆好吃 对了无用的是及时炸葱很方便 我是气炸160度烤了三分钟左右 黄姜饭煮好了 好香呢 趁热盛出享用吧 撒上炸葱真的香喷喷呢 是不是很简单呢 记得在家要做给家人一起分享吧 一般以电锅煮饭时 应将米水比例控制在1比1.2 也就是一杯米加1.2杯水 而若选用新米煮饭 可捉捡水量为1.1杯 就米则可增加到1.3杯到1 4杯水 黄姜饭 是印尼喜宴上常见的主食 当地人在击败或重要节庆 家庭聚会时 一定会煮黄姜饭 并且会把它做成宝塔造型 代表诚心及期许好运来临 浆黄不宜于以下食物同时 生冷食物 如冰淇淋 雪糕等 可能引起腹泻 恶心等不适 降压药物 如培多普利引达帕安片 销本地瓶控室片等 可能导致血压下降 酒 酒精与姜黄同时 可能影响药物吸收 引起胃肠到不适 对了 如果您在寻找米饭和电饭锅食谱 欢迎到我的频道看看吧 哪里目前有100多个米饭电饭锅食谱哦 我的频道有3000多个食谱 一定有您喜欢的食谱哦 不懂要煮什么 就翻一翻看看找灵感吧 我每日都会上传双语视频食谱 分享给大家 中午是中文视频 晚上8点半 为英语版本 欢迎大家关注收藏食谱 记得要关注我的频道 那么就不怕找不到我了 我每天都会分享美味食谱 不要错过了 谢谢观看 我们下一个视频 不见不散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